嗨,大家好我是小雪,這邊來跟大家介紹這禮拜的GNN 首先是這個神魔節夏篇的活動下週節目 所以這禮拜也不會講,只是先跟你預告一下 那首先是這個限定黑金的技能上調 那總共有7張 包括秦皇、狗頭、這三藏 拉普拉斯、潘朵拉、瑪雅跟賈比爾 那其實這幾隻,我覺得有些都已經蠻強的了 然後他還會繼續上調技能 譬如說像,拉普拉斯或者是潘朵拉這種的 那其他的話可能現在來說,強度比較低啦 不過限定黑金技能上調就意味著 就是他可能短時間不會再有什麼解放什麼的吧 因為都已經上調了嘛 我本來以為他們的強化可能會是用什麼解放啊這種來強化 結果是直接把他技能上調這樣子 另外他會在9月上旬才會上調 那現在是8月12號嘛 所以還有一段時間 那這次的新聞也沒有公佈他們上調什麼技能 所以只是幾個牙膏而已啦 那再來呢,8月16號也就是下禮拜一的這個1點開始 龐貝、特哥、阿努比斯、瑪雅跟美姐都會陸續復刻登場 陸續我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是說1點開始是先復刻其中一隻嗎 然後再隔一個禮拜再慢慢復刻一隻一隻這樣嗎 還是一起復刻呢 這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然後再來呢是這個 巴比倫主神救急龍鍊 這個我是非常期待的 因為我原本就很喜歡玩巴比倫 就是那種直派玩法 當初出來是非常的新奇的 那就是大家看他們怎麼做啦 希望不要讓大家失望 那看起來是非常帥 那這個應該是水吧 那一樣也是9月上旬 所以9月上旬很多東西齁 不過看起來應該是沒有合作吧 合作就是那個復刻心石吧 然後再來這個連環登入賞 這感覺不是什麼很重要的啦 反正就是登入就會送一堆東西這樣子啦 另外還有一個福利關卡齁 這個是1萬5 一場吧 一場1萬5 到時候應該會有一些速刷隊伍可以上考 然後會掉異彩、史萊姆跟貝貝豬 再來 8月16號也是下禮拜一開始齁 也是打素材的 這個 比較不重要的我們就直接跳過 大家就自己看了齁 大家想知道的應該是新卡片啊 或者是上修啊 或者是像卡片技能的這種消息 那另外9月6號開始齁 哇這麼久喔 到9月12號 這次活動的最後一週齁 七天每天開放一個限定關卡 那通過都可以獲得人面雏鳥、人面鳥 雙倍王卡掉落 一連四週齁 神魔節夏片一連四週 雙倍王卡掉落 只要成功通過指定關卡 一定掉額外王卡一隻 要讓你這個練技能呢 練卡片 更快速這樣 完美強化兩週齁 這個還不錯 就你要練 練卡的話齁 建議把肥料囤到下禮拜一開始 再去囤 就可以省風頭 那另外精選地獄 8月30到9月12 這個還有點久齁 會開放五個曾經推出的地獄齁 然後自己在古神遺跡中挑戰齁 那這個 每次通關可以拿到兩張卡 那裡面其實都算是比較有用的卡片 包括像這個 這個極光齁 二三 這是鑽石的爺爺嘛 然後還有那個右邊 這個巴比倫主神 這一隻應該是搭配 巴比倫救急熔練出來的 這角色這樣子 算是都不錯的卡片這樣子 那再來戰力極關卡 拯救迷路者的善獸 我們直接近分析啦 那這張技能是暗屬性獸類 一回合內延長移動符石時間是12秒 龍獸攻擊力兩倍 移動符石觸碰符石轉成強化符石 我自己看起來我覺得這張技能還好 那延長移動符石時間 不是排珠嘛 如果是排珠我覺得可能有點用 那只是延長移動而已 然後只有龍獸可以用 然後觸碰符石轉強化 這個CD7我是覺得有點長一點點 稍長一點 然後再來這個暗屬性獸類專屬龍科武裝 法雪斧龍咒 那這個技能效果呢 延長移動符石時間1.5秒 消除獸足符石自身攻擊力1.3倍 一回合內攻擊力 這個就不用看了 是當隊長才用的 不過如果有暗屬性獸類的隊長的話 可以拿來破弓拳這個龍科 我覺得還是要拿 這還是要拿 那最後是這個雙周角色 斯威夫 這個系列叫獅星武術館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技能嗎 火屬性的龍類CD7 龍跟獸直行轉成強化符石 看起來就是搭配最近的一些自家隊長 那一回合內個人以20%攻擊力追打 五鼠攻擊各一次 那這個也是可以拿來解五鼠極盾 所以我覺得這張雙周也算是 滿少賤的解盾的功能卡 所以我覺得這張的話 如果是我的話 沒有這種解五鼠的卡片 解這種五鼠極盾的卡片 我是會拿的 好不好 那他跟這個奎內射 是有這個羈絆 羈絆在的 那羈絆效果其實也是一樣 就很不太明顯 就增加1C而已這樣子 好 那以上呢 大概重點全部都講完了 就是這禮拜的GNN 那大家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按個喜歡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各位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